《张子强》 连续的香港大街机场运钞车 以及绑架香港顶级富豪 共勒索了超过20亿的巨额赃款 创造了吉尼斯事件记录 大家对于张子强抢劫香港机场运钞车 截获1.7亿 以及绑架李泽巨勒索10.38亿的惊天大案 可谓视而熟能详 然而 这还不是张子强这一致力行汉匪 所造就的全部成就 90年代初 他还干过一宗近千万没风险的经典悬案 1990年 张子强火虫胡继书 以及张志峰等人 打劫了香港机场押运车 抢走了40厢劳力士金表 销赃得到了3000万港元 事后 张子强和胡继书两个航案的领头人 各分得了800万 于是便在旺角迷堆到上河开了一间金铺 一来他们是为了洗钱 二来也算对一起投资 可狡猾的张子强想的却不止这些 那时期香港发生打劫金铺的案件频发 港警的破案返赃率又低 店老板们纷纷投了保险以求自保 张子强也购买了一份保额最大的背节风险保险 张子强想的是用坚守自盗的方式来骗取高额的保费 由此可以看出来张子强具有天生的费性 他和胡继书坐镇策划 派出同伙甘永强和汪仲习等四人充当劫匪 那天晚上 张子强刻意安排了刚入职才两个月的二十岁女店员小林值班 国险贵的钥匙也交给了他 一切准备就绪 晚上九点多接近大阳时 甘永强一行戴着丝袜头罩 十枪闯入了金铺 两人用枪控制住了两名保安以及两名店员 汪凤奇迅速将监控设备破坏 甘永强用枪指着小林 对方早已吓得浑身大哆嗦 战战兢兢的拿出钥匙开了保险柜 甘永强抢走了保险柜内 最贵重的钻石首饰 再装模作样的 打碎柜台抢了一大批珠宝首饰 随后 汪凤奇将所有的指纹痕迹给破坏掉 他们四人走出金铺 迅速消失在了迷队到嘻嘻嚷嚷的夜色之中 事后警方接到张子强的报案后赶到了现场 保险公司尾随而至 由于甘永强一行做得十分的完美 案发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不过保险方却深度怀疑是张子强自导自演为骗取保费 将近一个月后 这起金铺大结案依旧没有任何线索 已成悬案 警方由于没有证据 因此没理会保险公司的指控 对方被迫赔了张子强九百万保费 之后取消了张子强的永久投保资格 张子强和胡细书各自分得了二百万 其余的都给了参与此案的同伙所瓜分 他拿到自己那份分赞后 笑着说道 在香港赚钱真容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